世上有一种奇怪的牛 大家亲切地称他们为黄牛 就算修仙界也不例外 而他们的叫声也很奇特 通常见人就叫 兄德 票子要罚 大佬 票子要罚 我这还有几张拍卖会的入场券 价格不贵 江爷爷 这就是刚才旁白说的黄牛吧 连叫法都与所说的一致 入场券不要 我不是第一次来了 清单给我们来一张吧 江文可不是第一次来商会 所以他知道 商会入场可不讲券 只讲远 黄牛想骗他们 倒是想多了 没有了 清单没了 刚刚都卖完了 五十倍零食 前辈您是识货的 给 这是超级会员级别的清单 我自己留着用的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要不是您充钱多 我可不会拿出来 对了 要不要考虑再充点 我还有别的东西 江文将清单交给了楚灵儿 楚灵儿一看 顺势开心大喊道 呀 真有我们要的宝贝 哎 没白来 只是可惜 拍卖的只有彼岸花 并没黄泉水 哦 小姑娘 你们要找黄泉水 对呀 你对这里这么熟 你知不知道黄泉水的消息 我们可以给钱买的哦 我李信虽然一直干着贩卖消息的活 但我不赚亏心钱 这黄泉水我也不知 不过你们去商会发布消息 重金求水啊 若是你们需要 我可以动用关系 将你们求购信息 给弄到拍卖会上去 听到这话 众人眼前一亮 诚信商会十年一次的拍卖会 来参加的人不计其数 又都是地位显赫 见多识宝之辈 指不定 还真能打听到黄泉水的下落 你真能让求购信息出现在拍卖会上 你确定 那当然 我妻子的姐夫可是里面的主事 位高权重 不过这拍卖会已经定下了项目 想要更改的话 李信食指与拇指搓了搓 其意不言而喻 血伤点了点头 能用钱解决的事 那就不叫事 随从楚灵儿的储物袋里 摸出了一颗丹药 你看看 这够不够酬劳 卧槽 咒疾出气的破警单 还是久闻的 怎么样 能不能办到 我要我的求购信息 出现在拍卖会 最醒目的地方 好 哪怕花再大的代价 我也给你办到 我发誓 行 这单要你先拿着 这几天你一起跟着我们 为我们当导游 若是你答应我的办不到 那可就别怪我了 钱 前辈 你大可放心 我李信 从不说公话 而且我妻子公孙家 与我姐夫东方家 都是本地大使家 绝对没问题的 就在这时 酒楼门口忽然传来一阵骚动 众人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一少年 身着锦衣华服 左手一只鸡 啊不是 左手搂着一位 年龄稍大的美女 右手同样搂着一位 年纪小的美女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往这酒楼走来 看到此人出现 立马有小四大呼了起来 司马公子来了 快 您请 楼上的雅间 一直为您空着呢 呵呵 管事的老规矩 好嘞 诸位 司马公子说了 今天全场消费 由司马公子买单 差那间 整栋酒楼 响起了众人的欢呼声 这装逼饭是谁呀 怎么有众人 傻钱多的感觉 小姐 这家伙是附近 一流门派 空同派的少宗主 他爹 正是掌门广城子 空同派你们知道的吧 乃是大陆 练技实力排前三的宗门 加上是诚信商会 最大的武器供货商 整个宗门匪的流油 不少人有求于空同派 所以在轮回城 乃至于不禁方圆千里 这司马剧 都是无人敢得罪的 嚣张得很 背景是挺大的 就是看起来不像个好人 确实不是个好东西 不仅喜欢调戏梁家妇女 还喜欢欺压她 看不过眼的修士 可奈何 人家有个咒疾后气的爹呀 而且他娘也是司马家的大小姐 加上她是独子 这就是嚣张的资本 就在这时 司马剧有这俩女修士 路过楚灵儿她们的桌子前 那俩女修士 似乎发现了什么 顿足了下来 嗯 竟然是你们 呵呵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们师徒俩啊 你俩不是何欢宗的吗 怎么也跟空童派缴合一起了 怎么 熟人 启禀公子 是仇人 二女咬牙切齿 对楚灵儿一行人恨之入 原来上次吞并昆仑宗的任务没完成 二女就已经被赶出了何欢宗 最后机缘巧合之下 倒是凭借金战的床地之术 躺上了司马剧的床 成了对方玩物 如今仇人见面 可谓是分外眼红 说说怎么回事 放心 本公子为你们出头 只要今晚你们师徒俩 好好伺候我就行了 把你们在何欢宗学的招式 全用在我身上 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是 公子 事情是这样的 巴拉巴拉 咪咕咕咕 潘金莲二人 委屈巴巴地将事情经过 天犹加醋说了一点 听完以后 司马剧瞬间怒了 可恶 打我女仆就罢了 你这老东西居然还敢调戏他俩 说要和他俩干一场 来人呐 将他们桌子掀了 赶出去 这话一出 身后那两个红阶巅峰的护卫 立马上前准备动手 见状管事的面色一变 公子 公子不可 城内规矩不能打斗 您这样恐遭责罚 而且 万一惹到了惹不起的 可就不好了 责罚 开什么玩笑 规矩是制定给你们普通人的 跟老子有何关系 动手 出了事本公子担着 就算我担不起 难道我爹 堂堂共同派掌门还担不起 给我打 狠狠地打 慢着 司马公子 给我理性一个面子呗 都是误会 大家坐下交个朋友吗 理性 你他妈一个二道贩子 在我这你有个屁的面子 你若多管闲事 我正好将你一起解决了 反正我缠你妻子公孙黎很久了 那可是轮回成第一美人二 你死后 乳妻无养之 乳物绿 理性脸色铁青 确实他本身没有视力 他是入赘公孙家的 吃了一门好软饭 如今被司马巨接短 理性内心瞬间暴怒 前辈 你们几个先走吧 今日我理性 非要跟他评个你死我活 我理性是无能 但谁敢惦记我妻子阿黎 我就敢给谁拼命 小伙子 有血性 老夫欣赏你 不过想要保护好你婆娘 那就好好修炼 现在不要做这种无谓牺牲 至于他们要找茬 让他们来救世 老叶 这是交给你 叶飞云闪电般出手 司马巨身旁那两个红街 颠装的强者 瞬间倒飞出去 司马巨见状遇上前迎敌 却直接被叶飞云子 张脸踹爆 啪哒 围观的所有人 都是双腿一家 倒吸一口凉气 就算你爹在这 也得对我们毕恭毕敬 你算个什么东西 看在你爹当年除魔时 一直冲在一线的面子上 滚吧 若再赶来饭 你爹的面子也不好使 公子 你没事吧 刚才那老逼登那一脚那么狠 这下不会没鸟用了吧 他妈的 若不是你俩 本公子能成这样 老东西 你给老子等着 死仇不报 我以后还怎么混 回去 搬救兵 顺便给我查查这群人到底是谁 叶老 您刚那一脚实在太厉害了 实在是晚辈的偶像 哎 老夫已经过了嚣张跋扈的年纪了 低调低调 让全世界都知道 那个导游啊 接下来你打算带我们去哪里玩 要不 去我家的风浮流听许怎么样 那可是这轮回程首屈一指的勾篮呢 里面的小姐姐们 都是可甜可咸的 才艺惊人 此话一出 队伍里的一众男性 包括鸡哥王小坤 与大佬血伤在内 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不过勾篮不同于青楼 乃是正规娱乐场所 里面有戏曲 舞蹈可看 好好好 这个我最喜欢 只是这可甜可咸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各位看官 有钱的可以品尝小姐姐的咸 没咸 那就欣赏小姐姐的甜 按照地图指示 这阴曹地府 乃是位于北域那极寒之地 那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走吧 刚好我还没去过北域呢 正好去玩玩 随后一行人在李信与公孙 李娜依依不舍的眼神中 辞行往北域赶去 各位前辈慢走 等我夫妻俩也突破咒疾了 我们便加入队伍 与你们一起保卫家园 这就是灵儿她说的靠山宗了 还挺热闹的呀 宗主说了 出门在外 能敲闷棍的绝不硬刚 能放阴剑的绝不手软 切记 一切功法武功都只是辅助 只要能赢敌人 手段不重要 下药 放毒 插眼 摇耳 统局 群殴暗杀 只要你们能想到 都可以用 耳等听清楚没 兵长老 我等铭记于心 好好好 如此可教也 现在 请大声喊出我们宗门的形式标准 我们的形式标准是 供所 不讲义气 出卖兄弟 我们的理念是 在家靠兄弟 出门靠朋友 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半空之中的三宵全都愣住 翘脸之上写满了惊恶 这都教的什么玩意儿 下药 放音剑 还成了宗门核心 这就是靠山宗吗 对啊 这明明是老鹰逼具极地啊 要是把这伙人放出去 那还得了 而且像灵儿那种心存善念 斩妖除魔的丫头 真是从这里出来的吗 不知道啊 要不 我们直接去拜访一下 三人相视一眼 费了下去 并散发出了一抹骤气息 呵呵 敢问是何方道友前来到访 姚池三霄 特来拜访贵宗宗主 长老乌律 我们是灵儿小姐的朋友 原来是灵儿小姐的朋友啊 有失远迎 长老客气了 对了 之前我们听你传道 说在家要靠兄弟 又说出卖兄弟 这不矛盾吗 嗨 我们宗主说了 要掀起内卷之风 让所有人都互相吭骗 如此才能培养弟子们的 危机意识与防范意识 至于出卖兄弟 当然是出卖宗门外的兄弟啊 死到有不死平道 这很合理吧 呵呵 贵宗宗主倒是个有趣的人 靠人不如靠己 只有自己机灵了 经验充足了 才最靠谱 正是如此 几位仙子 咱们走吧 我现在就带你们上山 带见宗主 地形人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从山脚下来 到了半山腰的宗门广场 只见广场上 都摆放着一堆木箱子 箱子里装满了丹药 而弟子们则一个个排着队 陆续领着丹药 还好队 一个一个来 根据自己境界领取丹药 吃了就快滚去修炼 什么 这居然都是七到九文的 突破性丹药 正 敢问贵宗门 今日是什么大日子 为何发放如此多的珍贵丹药 而且不少弟子 都才刚刚突破境界 吃这些破境用的丹药 会不会有些浪费 哪是什么大日子 这些丹药 宗门丹堂每天都发的 而且也不珍贵 也不浪费 只要能提高实力 都是划算的 说完 赵德柱从木箱里 抓了一把丹药 屁股脑抛进嘴里 打崩打崩嚼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三肖木瞪口呆 伸直脖子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赵德柱以为三人也想吃 所以伸手又抓了一把 那要不要吃几把 老香了 你 你说你们靠山宗丹药 每天一发 都是发这种丹药吗 不然呢 又不是多值钱的东西 只是口味太少了 天天吃都有些想吐了 弟子们对此也颇有怨言 听到赵德柱这话 三肖一口血喷了出来 吃丹药咸口味太少 这说的是人话吗 可是每天这样吃 消耗的药材也是巨量 贵宗哪来这么多药材 哎 这个问题问得好 看到后面那一片的药甜霉 只要种下药材 便能千倍加速成长 再加上那口泉水浇灌 长出来的药材又大又肥 不信你们过来看看 赵德柱带着几人来到药甜 三女顿时觉得脚下冒出浓郁的灵气 那灵气都快形成实质 当众人看到旁边那浇地的泉水后 更是吓得惊呼了起来 卧槽 生命之泉 这可是比我瑶池之水 还要高一个等级的质保啊 一滴便能续命一年 你们居然拿着如此珍贵的质保 去浇地 报遣天物 实在是报遣天物啊 姐姐 这些药材真的好幸福 与这里一比 我们瑶池 怕是还比不过人家茅坑啊 三人下意识看了那宗门茅房一眼 就是这一眼 几人感觉那茅房 有种莫名的感觉在吸引着他们 仿佛走进去 他们就会得到升华 不仅如此 茅坑上还笼罩着一座 咒疾巅巅峰的沙阵 几人不明白 为何会在茅房布阵 难道 他们宗主还怕别人偷把把不成 对了 暴昧地问一句 贵宗为何要在茅策布下 咒疾大沙阵 而且你们这茅坑 为何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 貌似让人很向往那里 这茅策难道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哦 前些日子 我们宗主不知道哪里 弄来了一大堆极品悟道石 原本他打算修个修炼似的 可在搬石头时 突然想拉把把 一时又找不到茅房 于是就突发奇想 用这悟道石修几座茅坑 他说这样在方便时 也能顺便悟着道 为了不让有些弟子 站着茅坑布拉石 所以宗主又布了个阵法在这 对于超市不出来的 就用天雷轰炸茅坑 听完赵德柱的话后 三女不敢置信地 瞪着那漆黑的茅坑 如此珍贵的悟道石 在这里居然被弄成了茅坑 这是人干的事吗 气得三女都想冲到 那宠墨面前 连人带球撞死他 让他体验一下 在家风中求生存了 天哪 这是正常人干出来的事吗 你们的宗主真是暴殖天雾 简直该拉出去五雷轰顶 就是就是 这么多悟道石 他到底哪里弄来的 如果传出去 恐怕四大圣地 都忍不住想出手了 忍不住出手 咋地 你们四大圣地 难道想偷把把吗 三女捂着胸口 难受无比 自己好歹也是摇驰三大女神 竟还不如靠山中 一坨把把待遇高 起码把把还能天天 挨着悟道石呢 那个赵长老 我们能不能也去如厕一下 当然可以 这样 我让老顾给你们分配的雅间 不用排队 三宵一愣 茅坑还有雅间 要不要这么高级 随后在顾言武的安排下 三姐妹一脸期待地 进了那所谓的雅间 原来女神也会上厕所 哎 泪绝不碍了 姐姐你看 我快吐吐了 我也是 这大规模悟道石果然恐怖啊 若能天天待在悟道石上修炼 该多好 我好像能理解他们 为何抢着去如厕了 这不是最重要的 我发现 这雅间还有一个神器之处 这里竟然没有一点处味 刷新了我此生对牢房的认知 三女一阵惊叹 不断交流着刚刚见识到的一切 这靠山宗见识的一切 都是他们以往从未接触过的 顿觉兴起 三位仙子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很舒服 这牢房可是采用了最先进的理念 你用完后 不仅会有水将污秽冲走 还能给你小花朵姿干净 三宵恍然大悟 姐妹几人相试也 如此先进的构思 自己等人一定得引进回咬尺 这靠山宗真是先进模范宗们啊 那个 要不咱先别逛了 还是先去拜见一下贵宗宗主吧 行 来吧 这个点 宗主与夫人应该是在吃中饭 他们就住在上面那个小院子里 我带你们去 赵长老 你们宗门如此多重宝 就不怕人来抢吗 抢 上一个来抢的 坟头草已经三米高了 而且我家宗主 巴不得有人抢了 这样大家伙就能光明正大出去抄家了 啊